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很理解 我也确实你汉语的突然里面加加大量的这个字母词 它确实好像是对汉语的一种污染或者是破坏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在现实中 好比说一个人读报 读到中央领导国家领导人说我们GDP 那一个人不知道GDP为什么他在哪去查 又不会英语 那不对要一个词典来查 好 我们说我为了研究这个我问了很多人 谁能够我问了几乎我问的 当然非医学专业者 我们都说到医院做CT 大家都知道做CT什么意思 谁能把不用CT这个词 把它的汉语全名称给我说一点 你说得出来吗 核词共振 核词共振是核词共振 恰恰是核词共振是另外一种 CT不一样 CT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 我照顾什么样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不懂什么叫CT的 你就需要一本词典来查吧 但用什么词典 用什么词典呢 但是所谓的汉语它基本概念就是我们说汉语的人经常用的就应该属于汉语了 没错 现在英语里都有中文了呀 对 而且呢 刚才那个情况很奇妙 你比如说CT 你就算用英语词典查也不好查 也不查 你别说你随便拿本英语词典 你查CT 你不一定查得到的 就如果小的英语词典的话 因为那个CT它可以是很多东西嘛 所以说这个CT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 已经变成中文里面我们特定用的一种字母词了 对呀 就我们特别熟悉的一种字母词 所以我查了一下当时当然我从前能背下来 你现在不一定背下来 叫做X光生成什么计算机 还是计算机盛生成扫描 还是盛生成计算机什么扫描系统 但是我又觉得又有问题了 这个X光本身又是一个字母词 对呀 你要把这个再排除干净 你用一个什么光呢 X光该叫什么 X光焊息叫什么 对呀 雷射 那雷射是激光 雷射是激光 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们对于雷射是有个标准的翻译 叫做激光 那么刚才翻译做雷射 我个人认为雷射 恐怕翻译的更加那个形象一点 并且这个雷射跟那个激光 同音 同音 音亦建有 但是我觉得已经用激光了 所以你看从前那个歌厅里面 我经常从前觉得很好 叫他把两个都用上雷射激光 唱片是吧 又雷射还激光 雷射激光 这雷射那是激 翻译做激光的 那是港台 这又牵扯的一个数位统一 港台 对 和大陆怎么统一 雷射 对 而且这个新中文 这个这个就不断的这个诞生新词 还对这个国际物理学做出这个很大贡献 对 你知道我今天在这个网上 还收到一条 我觉得挺 我不是物理学家 人家讲啊 就是说今年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是搬出来了吗 是 他们忽略了中国物理界的一件大事啊 那就是正能量概念的提出 对呀 正能量概念的出现 这可能是个物理系的学生啊 他正能量概念出现 完全打破了物理学的常识 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事件 该理论的始作俑者 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实在是一种歧视和大不幸 为什么呢 因为在物理学的范畴里 能量是飙量 这是他传有名字 我不懂了 他能量是标量 母有正负 能量 物理学里能量没有正负 基本的单位是胶尔 爱因斯坦的那个智能公式 一等于mc什么平方 那个计算结果是胶尔 量子力学最小的能量公式 计算结果是胶尔 动能公式计算结果是胶尔 最小的电能单位 电子伏特也是胶尔 也就是说智能光能动能电能 最终单位都是作为标量的胶尔 没有正负 而中国现在提出了正能量的概念 正能量不是中国人讲的 正能量最早 它本来也就是那种美式的那种心灵鸡汤书 他们那首self help书里面最喜欢提这个 那还是美国该怎么讲 我们是美国在中国翻译过来 在中国翻译大型气道 这个这个对 经常就比如说有很多就是包括这个科技 你刚才讲五个科技这个词 你怎么翻译 刚才讲X光这类 现在就这个词我还引用很久了 PM2.5 PM2.5对 你要是一个不知道的人 你读书读到有个PM2.5 一个中学生或者小学生 我要去查 那只好找陷汉 陷汉新版 没准就会收入 PM2.5 你说他应该不应该收 那么很多人比较反对 说这就不是汉语 那叫汉语该怎么叫呢 我们这叫做一种油炒菜炒出来的油烟带出来的物质 由于中国人太有的油烟带 所以你知道就说 当然我离学术就很远了 但是我作为这个语言的实际实用者 我真是就相信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孔子过去讲一句什么话 叫辞 达尔移 对 我始终相信这句话 就是说 你真的交流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当我用我纯熟的英文 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就是跟头猎戒 那就是劈头散发 那就是辞 达尔移 意思到了就行了 目的是明白 你管那么多 就是他只人与人的交流 所以我要给你看一段一个片段 我跟文道 我们前一阵去加拿大 你知道加拿大这个卑诗省那就是三文鱼 当年我们去了一个三文鱼的那个博物馆 当年这个博物馆里有这个华工 你知道这个华工他不通这个语言 但是他要处理这个三文鱼的很多东西 那当时要干活的人 他就只能用中文 他怎么约定 你可以看看我们拍的这段片子 很有意思 你看他这个字很奇怪 你看他 英文字大家都认得 相对应的那些中文我们也认得 对不对 那怎么样达成一个勾 认得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赛节就是 皇室丙令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赛节 我们用猜真的猜不出什么东西 每天吃的 Wild Suck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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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最好的一种野生三文鱼 白室丙令 就是Spring Spring 是白肉的Spring 白肉的Spring这个鲑鱼 就国王鲑鱼 黄肉的Spring的鲑鱼 就是又有中文又有英文的意思在 不晓得他们这群都是什么人 因为普通话 粤语闽南话都念的是怪怪的 很多是台山人 应该是台山话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学那个英语啊 也是用中文 什么one day a little monkey 我就标注是one day a little monkey 哈哈 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书法不错哈 对 这时候 终于管连这边的廉价划工的字 都比我们现在太强了 真是 OK 来 列老师在这 我注意到 你说话经常说 电视拍到某个第一帕第二帕 这个帕 你也被殖民地画 对啊 我早就被殖民了 都被他们搞中 这个帕 我觉得如果用标准汉语 应该是一个单元 或者一个 一个一段 一段 一段二一用帕 帕的二 帕的一 是吧 一个帕 对啊 这实际上就已经 这语言呢 就很污染了 污染了 污染了 所以你看 有个词我问了很多人 我说你用汉语 怎么说 卡拉OK 那卡拉OK唱歌 你说得出来吗 汉语你把卡拉OK 卡拉 是什么 OK 就为什么 你说 你们把这个句话 卡拉永远OK 卡拉OK叫什么呢 没有什么纯正的汉语翻译 有吗 他没有一个词 没法用一个词 我看了 对 我也是从前背得下来的 现在我背得下来 真有 叫做 预先录制 无人伴奏 无人伴奏 电子什么什么系统 我们今天晚上 那就是咱们晚上 就无人 预先录制 无人伴 预先录制 去唱歌曲 真是 所以你看 我就说这个语言 还有一个 一句成语 叫什么 鸡飞成事 我们有很多标准的 读音 标准的读法 可是你比方说 那天我们跟讲相声的聊天 我跟你说 当他为了一种目的的时候 他明知是错的 他也要按错的念 你比如说为什么 好比说 大家过去一般人说亚洲 可是实际我们知道老北京人 一般都是亚洲 亚洲 好 那么当你为了逗乐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不能有一个字 超出大家的习惯 当然 那个读音 因为这一下 你这个包袱就抖不成了 就大家就走神了 就听到了一个 虽然你是正确的 亚洲 对吧 但是北京人一说 这是亚洲 那么你像我在很多时候 我就宁愿从这亚洲 只要你们听着舒服 听着舒服 没有什么错和对 当然我可能是错的 但你说到这个语言的这种 污染不污染 其实很多国家 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会觉得语言 自己的语言 如果原来有对应字的话 又好用的话 那是语言是一个文化的 一个生命 一个根本 说不能够随便被入侵 尤其法国 又不是特技教 是吧 那法国就 我们要搞清楚 别弄混 法国有两个法兰西学院 一个是专门做学术研究 那个法兰西college 然后一个是academy 那个是专门捍卫 法兰西文化的 那这帮人就是出名的 法国文化保守派 这些元老长老级的 骨灰级人物 他们就会编一些 比如说法文词典 一些列一些标准词 然后就说哪些英语 外来词 因为法国最怕的 就是英语污染 就很多英语来的东西 他们是觉得不该用的 不能怎么样 就要分得很清楚 但是呢 我常常想像这种东西 或者是雷老师那天 讲80年代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反对一些 我们港崇带上来的 这些外来词的翻译 但这里面还出现一个问题 就这些词 它不只是一个 带一个外面的东西来 它就算来了外头的东西 它不一定就把它背后 相应的一个外来文化 整套带来 它还会被你本地化的 是被你本地改变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看到 刚刚我看到 我们去加拿大拍那个 那天我们去了 其实那个三文鱼场 刚刚讲那些三文鱼的名字 不同的学名 当时的台山的那些华工 怎么用台山话翻译 我后来发现 原来加拿大人 也有很多这种 外来我们亚洲去的东西 比如说举例一下卡拉OK 卡拉OK是日本人发明的 对对对 那首先注意的是 日本人一开始发明 就已经用了一个外来词了 OK 对不对 然后去了加拿大之后 加拿大人一开始觉得 你们这帮亚洲人太古怪了 因为他看到那些香港移民 日本移民 韩国移民 他们家里都够大 都专门屁一间卡拉OK房 他们觉得这很荒谬 但后来慢慢慢慢 加拿大的白人也学着这么唱 原住民也学着这么来 但是问题是他唱法变了 变成什么呀 就比如说他们原来的唱法 比如日本人那个唱法 那天我们那个导游部还讲吗 说日本人的唱法是这样的 是每人苦念一首 这个他们叫 就香港人喜欢叫 阳哥 影歌 影歌就是说 我的一个拿手好歌 保留曲目 保留曲目 对对对 苦念 然后呢 就一伙人唱了 这个日本人的唱法 唱卡拉OK 原装的日本的唱法是这样 我上去唱 然后大家要很安静的听 日本那一套 对对对对 他说听完唱得好 好好再来一首 他说后来香港人去了之后呢 就带去了一种中国式的卡拉OK文化 那是怎么样呢 就是您唱一首歌的时候 其他人忙着继续点歌 对对对对 没错 中国人真是不恭敬 没有恭敬 对对 这是我唱歌 就是有人就把话筒给我拔了 对对对 唱成这样我都睡着了 然后后来呢 这老外呢 他们是另外一套唱法 就开始流行几支麦 大家一起合着唱 他们玩合唱 对 所以说你看 同样那个词去了之后 他那个词本来指的是一种行为 一种一种娱乐方式 但是呢 其实他会被你本地消化 改变他的内涵 就是说你说到的这个英语 怕有法语 就是法语啊 现在各个国家市场都怕英语的 其实英语太厉害 但是英语本身你看 他从来也是一个发展 比如说我们看英语中的音乐词汇 绝大多数来自于意大利 是的 他也是在 包括现在 比如说Changlish 对 就中国人多了 去了慢慢慢慢有种Changlish 那么印度的软件也很发达 那种Hinglish 都没有一种 他也不知道 慢慢慢慢 他的 我记得我专门找到一个网站 是一个美国 但是英国我忘了 就是他的英语词汇统计 每年要增加多少万个 几十万个这个新的词汇 都是各个不同文化的人 不同国家的人带去了 我发现他的厉害 除了他的经济 就是英美的经济啊 什么 其中他不拒绝 是他的文化 他总是把你的融到我之中 那你可以说 是大家共同创造了一种 现在随着中国的这个对外开放 和中国的这个实力 经济的实力增强 越来越多的 中文也开始进入到 中国人说英语的方式 没错 进入到英国里面了 是 可是我觉得英文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国际语言 那么强大 很重要的理由 就在于一个双重的开放 就这个开放 其实很多学生研究这个课题 他第一个开放 就是刚才您讲 他英语不封闭 他大量吸纳外来语 比如说现在法国人怕英语 但是其实英文里面 有很多法文 尤其讲到吃饭的时候 这个叉叫什么 那个叠叫什么 他都是法文 然后你看到还有第二个开放 就这个国家 就当年英国这个国家 他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书 讲到他19世纪末尔的时候 他的出版的书的总量 是比欧陆很多国家开始高 那时候本来德文出版量很高 他开始超过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很多欧陆上面 不能出的书 他率先用英文版出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一些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哪写资本论 他不是在德国 他是在阿英博物馆 所以当时很多这种人 就很多的新的思潮 新的东西都从英国诞生 而那些东西不一定是原来英国人想的 英国人创造 而是别的地方他待不下去 混不下去 他跑到英国 跑到美国 在那边发表他的东西 这还真是 你现在各地都打土豪 美国打土豪 法国打土豪 就升税什么的 那帮法国人最后都往英国跑 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雷老师还要讲福尔泰 刚才因为又是他这个启发了 没错 你这发型人也有点去福尔泰 你上次说我说贝多芬 你说我说福尔泰 说谁你像谁 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英国的开放 包括就说马克思在英国去 他是个德国人 但是在英国写的资本论 这你就 那么我们更早一点 法国的福尔泰 到英国去 对吧 他写过一本哲学通讯 英国通讯吗 还是写过一篇 我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他对这个英国那个开放 非常赞赏 由于他开放 那么各个地方人 全世界 当时欧洲人都跑那去 做研究 那他的文化的影响力 自然就强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写过一篇文章说 为什么说现在的汉语 开始影响世界了 开始影响英语了 有一种千个历史 从前千个历史 是带一种嘲笑的 现在他就是慢慢的 就是进入了 为什么 也跟中国改革开放 紧密的联系起来 你越是封闭 实际上你越是没有办法 把你的文化影响别人 一旦看你这个封闭久了 你开一开放的时候 确实得受到比你强的文化的影响 但是 只要你自己强大了 或者你的文化就平等的交流的这种 越这个好像这个水位 就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没错 所以现在你看 如果说中国再开放 更加开放 经济更加发达 那么文化更发达 有可能中文的 我现在 而且我前一阵看一个英国经济学家 写一篇文章 就写什么给全球的孩子们 他就提出一个忠告 他说为了什么 下一个世纪 还是下一代的孩子 我提醒你们 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 学汉语 列举了种种理由 就是说这个汉语 是未来的语言 所以我就是有篇文章 我曾经谈过 真正汉卫汉语 不是说要封闭 要保守 只有你开放 开放 你才能够有影响 那我从近代以来 你看开始是日本学中国 你心词 但后来就是中国学日本 那也就是说 这个师生异味 本来中国是日本的老师 亲爱革命 不是 就是那个鸦片战争 之后一段时间 那么后来了 日本成中国的老师 从这个词汇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说 因为日本它更开放 当时比总 所以我觉得你靠封闭的办法 想保持一种文化的传统 想让它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 发挥影响力 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中国的大唐 是吧 外国人可以到我这来做官员 做当官 他是这么一个气度 但是你这个开放 同时还包括一种很特别的宽容 就比如说你可能不能够 它变得太狭隘 你比如说日本有一段事情 这日本后来变军国主义 那就是老外全跑了 但你说大正时期的时候 他非常开放 他什么人都来 那时候很多老外去日本 而且是亚洲人喜欢去日本 我们今天看中国留学日本的群体 就雷老师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很多留学生去日本 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特别多去 其实那时候不是 是很多亚洲人去 从土耳其到印度 一大帮人都在日本 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 是我们亚洲先进模范 尤其是日俄战争打完之后 日俄战争打完 这个影响非常大 就是第一次非欧美 传统殖民强国 打败了他们的 对 然后那时候呢 日俄战争之后 你看比如说像土耳其的 那个国父凯莫尔 他一个好朋友 他生一个女儿 那个女儿的名 那个儿生一个儿子 儿子的名字 就是用了当时 日本那个舰队的司令员的名字 然后甘地马上写信祝贺 在南非 然后泰戈尔也写文章歌颂日本 就一大堆印度阿拉伯的人 都跑到日本去学 那时候日本 日本现在我们印象中是 这个种族上面 他是比较讲纯正 但那个时候不一样 大正时期他很开放 很欢迎外面的人来 这个东京街头 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像现在的纽约 有点那个亚洲的纽约的 各种各样的 全世界各种各样 其实八卦的 你在纽约好像都能够 都能见到 对 所以我觉得语言这个玩意 它有中心 有时候甚至是多个中心 但是它没有国界 它没有边界 是吧 它跟边界之间的关系 是融合在一起的 对 可是呢 这里面还牵涉到 就是支撑语言 就刚才我们讲国力 当然很重要 经济实力很重要 但那个国力到底是什么呢 它不是一味的 就是说你的军事实力很强 国际地位很高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吧 你苏联时期 苏联够不够强 但是俄文对世界的影响力 当然也大 在中国 在五十年代 俄文在中国 但是后来 它整个文化影响力就下距了 怎么今天的中国语言里 有俄文的词吗 有俄文的影响 到哈尔滨去恐怕多一点吧 脸巴 脸巴 大脸巴 大脸巴 这有 那个喝的那叫 叫做格瓦斯 格瓦斯 也有点 你喝过没有 没喝过 格瓦斯 可以尝一尝 不同 一种气酒什么 一种粮食念造的一种 烈巴 格瓦斯 这个酒烈巴 不是酒 一种野料 西藏业 对对对 没喝过 俄罗斯的 北京现在也有卖的 有吗 反正这个跟当时俄罗斯 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 但是你看他 说一个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美观 文明其识度 布拉基 联谊群 是俄语还是英语 俄语